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民官 今天是中華民國103年10月3號 我們看到天龍國的選舉 這個甲午戰爭 在57天就要投票了 可是明天呢 這個台北市天龍國有一個重要的社會運動 朝韻要睡人愛入 而且要睡的是哪裡呢 是地寶 偏偏這個時間點這個禮拜就傳出來 嚴盛文從地寶搬回一品大廈 那有一些媒體人跟評論的人 是嘲笑他從地寶變媽寶 可是台灣社會要問的是 1989年呢 烏克蝸牛睡了忠孝東路 然後2014年呢 來睡人愛入地寶 睡了地寶 整個台灣社會的居住正義就可以解決嗎 我今天整理給觀眾朋友看 朝韻其實社會團體控訴的是 台灣社會不只是土地正義有所問題 高房價的背後還有一個稅制的扭曲 那長期的土地跟房產的稅制相對的偏低 使得台灣成為炒房的天堂 那偏偏呢 地寶又成為這一次選舉的重要主軸 跟重要的焦點指標 不僅是因為他是仁愛入知名的豪宅 這個地寶的其中一戶屋主啊 連家還是很有可能入主台北市 將來很有可能成為台北市長的 那這一次連勝我們搬出地寶之後 會影響到朝韻的訴求跟活動嗎 這個部分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一聊 好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這一次朝韻的發起人之一 彭陽凱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第二個我也要特別介紹一下是 現年三十六歲在大池高中做教師 任教的無殼蝸牛 也是這一次的朝韻的其中一個重要的成員 黃毅忠 毅忠好 主持人大家好 再來是台北市的房仲工會的 榮譽理事長李同龍大哥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是25年前參加過無殼蝸牛 25年後要看朝韻會不會成功或失敗的鄭春齊 大家好 再來是黃毅忠同學 大家好 再來是光綺 大家好 我剛才講 明天台灣社會仁愛陸會有一場社會運動 這場社會運動他們要睡地寶 那地寶因為戒備聲嚴是不容易讓他們睡的 所以搞不好他們要往旁邊的空腫的空地睡 可是就因為這個週末朝韻的出發點跟重要的據點在地寶 台北市長這一個熱門的參選人連勝文 這個禮拜匆匆忙忙的搬家 我們看一下下面這則報道 這棟富麗堂皇的地寶大廈呢 國民黨的台北市長參選人連勝文就住在裡頭 不過在前幾天她悄悄搬走了 連勝文選擇搬回這棟未在大安區的一品大廈 而她現在住在二樓和父母親同住當中 連勝文協同太太蔡一丹和小孩 舉家在9月26號搬回的一品大廈 或者選在連勝文重回一品大廈 連勝還將書房重新裝潢趕回落室 不知道我們要照顧好自己的家人 因為我每天一大早 我想我們這些朋友們都知道 這些媒體朋友都知道 我們每一大早就出門 晚上半夜常常搞到快12點或1點才回來 如果能夠把家人把它照顧好的話 那些技術性問題解決 所以我才有辦法全心在未來六十幾天衝刺 選戰忙碌為了要讓七小安全 連勝五選擇搬家 但也有一說是為了擺脫權貴的標籤 除了幾倍生涯的立保大廈 每瓶要價將近300萬 一瓶大廈相對平民每瓶110萬元 但對小市民來說還是妄誠莫及 太半了 怎麼說你覺得 現在搬反正怪怪的 她應該要關心就是說 現在她才要說明MG149好像也太晚了一點 這個比較重要吧 但連勝文不管怎麼辦 住的都是豪宅 這形象恐慌難逃 有意消遣他的網民 肯定抓住機會好好 總之一番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好光晴 明天朝運 烏克蝸牛的運動 他們訴求的是居住正義 1989年烏克蝸牛睡在忠孝東路 當時忠孝東路市段收狗那邊 是全台北天龍國最貴的地方 那現在呢 明天他們要睡的是地堡 地堡不但是仁愛路重要的指標性的豪宅 剛好重要的屋主有連戰家族 跟這一次的台北市長熱門參選的連勝文 所以連勝文因為朝運明天要睡地堡趕快搬家 的確齁 而且現在新傳出來的消息是說 絕對不是因為10月4號朝運要來我們家門口 而是因為呢 連勝文找了風水老師跟他講呢 最好呢 能夠搬出地堡搬回一坪大廈 那為什麼要搬回一坪大廈呢 是因為地堡呢 人家會講說 哎呀現在一坪呢 動輒接近300萬 那這個總價呢 一聽起來驚人 你搬回一坪大廈的時候 那雖然他的屋裡已經36年了 可是呢 一坪只有130萬 只有 比較親民 我看到這我真的是傻了眼 只有130萬 然後說 哎呀36年了 你不管40年我也住啊 對不對 住不起嘛 是這樣 那還有說 你如果搬離地堡 你住進一坪大廈 你就可以展現說 哇跟機車族 跟那邊搭公車的 跟那邊坐捷運的 可以 說是一樣的 那是比較親民 我說這真的是天荒夜潭 曾經講過 連聖文繞跑 從地堡繞跑 他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廟 地堡其實草運在那邊 在仁愛路 而不是忠孝東路 其實忠孝東路 也可以作為一個指標啦 但是 在地堡門口 在整個人愛路 體現什麼 我們平常只能經過 我們只有經過全 但是 這些特有階級 很像一個禁區 一個特區 那個地堡的皇宮 卻是標舉了非常多的意義 那我們現在看 稅改 有沒有希望 因為這個 烏克瓜牛的升級版 潮運展開之後呢 能不能夠突破 買地堡 實際稅率不到一趴 他們的繳的管理費 都比稅 稅率還要高 稅金還要高 那這是第一個 突顯的問題 稅改能不能夠 在這一次呢 能夠往前進一小步 就可以了 第二個 突顯政府25年來 做了些什麼 25年前 李信長 因為他賣掉自己的 一百多萬的房子 他想說我換一個 小一點的房子 結果一賣 再也買不起房子了 因為馬上就飆到 三百萬 過去是一戶三百萬 李信長出來抗爭 號召了大家 夜市中校登陸 結果現在的抗爭呢 經過25年 是一坪三百萬 以前一戶三百萬 上了街頭 現在一坪要三百萬 那這個抗爭難度 就越來越高了 因為房價累到天價了 甚至連台北市的這個租金 租金的比 以前是33倍 現在是66倍 你連租都租不起 而且政府當初 允諾那顆五顆蝸牛 說好我們開替淡海新市鎮 可是從淡海一期到二期 第一期就空污率就很 那個閒事率就很高 金潮院還進場來糾正 二期之後有人炒 甚至有人炒到三期了 都準備在那裡 所以一個潮域 凸顯非常多的問題 我們政府還有非常的 多的這個道路要走 好那彭洋凱同學 你是這一次潮域的發起人 來我們秀一下彭洋凱今天穿的T恤 麻煩你站起來 你們今年這一次的主題叫做 給我住意 住是住宅的住 然後畫的是圖騰式 能然是五顆蝸牛 就台灣社會反正很悲哀嘛 25年來沒有咳的蝸牛 繼續沒有咳嘛 那潮域是蝸牛想要有一個潮嘛 對不對 那你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口號 地堡一瓶換工瓶 為什麼你們的焦點訴求放在地堡 烏克光源運動25年前 其實當時的模式 其實就是挑一個最貴最象徵的地方來做 對 那其實剛剛主持人談過嘛 地堡其實某個程度 它是整個台灣的高房價 以及高房價背後的政商金權結構 最具象徵性的一個指標 對 你們挑上地堡 然後挑他家門口要去做抗議跟睡覺 好做活動 那人家搬走了 你們怎麼反應 我們要訴求的問題很大 我覺得 我們不用那麼太抬舉連勝文 好像他可以出來 他可以當市長 他可以解決所有的居住的問題 可是我們要問的是說 所有的政治務 特別是候選人 如果你跟房產的利益 有那麼大的結構性的關係的時候 你憑什麼告訴我 證明我們 說你當了市長的時候 你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不是說他不能解決 是我們要逼問的他是說 你有這麼多的房產 你有這麼多的資產 而且都跟房地產等於有關 你敢簽我們朝運的連署的時候 你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來我來看朝運的連署書 不好意思各位觀眾朋友來 我們來看一下 朝運找了這個重要的政治人物 六都的候選人 好 第一個訴求是居住人權路線 第二個是住宅政策改革 再來是社會住宅廣見打5% 但是你沒有說什麼時候做到5% 說不定是 現在2014年 說不定是2114年做到5% 對不對 所以你的5%沒有實成的話 我們有內文比較詳細的 都有給他們 然後修訂公地法令 這到底修到什麼程度 然後發展租屋市場 制定租屋的法令 不好意思 這5項我也可以簽 但我簽完之後 我覺得台灣的高房價仍然不會改變 沒有 我覺得這個的回應是說 我舉例是說 好 像你家 大家估他的房地產有幾十億的身價 從你的角度 你有這麼多房子的時候 當你簽了說 你支持房產稅制改革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很清楚去宣誓說 我家這些豪宅以後就要磕重稅 我的交易就要磕非常非常重的稅 我覺得這個事情上就是說 在這個事情上 我們要從這個角度去看這個事情 台灣的房屋稅土地稅如果那麼容易改革 為什麼25年來都失敗 台灣的資本利得稅如果可以科徵的話 為什麼幾十年來都失敗 鄭所稅為什麼正掛兩任母女黨的部長 20年前掛掉的那個叫郭婉如 20年後他女兒劉憶如一樣是掰掰 我們再其他另外一位 我們廣告之後再回到節目現場